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日前江西省博物馆举行了2021年度革命文物捐赠仪式 省博物馆正式公布了由省文物交流中心捐赠的45件套革命文物 包括武器弹药类 正章证件类 书籍和杂项四大类 同时向捐赠单位颁发了捐赠证书 这次向省博物馆捐赠的45件套革命文物 也是响应我们省文化和旅游厅 动员我们社会向省博物馆捐赠革命文物 组织在港的党员干部十几次外出下跌 在我们省里收集 包括收购了这一批 包括武器装备 危险资料这类 也是见证了我们党百年奋进辉煌历程的一个珍贵实物 希望能够为丰富我省革命文物馆藏 全程红色文化也做出一点贡献 仪式现场 省博物馆和省文物交流中心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就加强文物保护利用 结成深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将进一步增进沟通 优势互补 助力江西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 革命文物其实是我们江西省博物馆 非常重要的收藏类别 占到我们收藏总量的30% 也有不少的单位和个人 给我们省馆进行革命文物的捐赠 它类别也非常的丰富 品质也比较高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馆藏的革命文物的 一个非常有力的补充 据介绍 为加强全社会对革命文物保护的意识 在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 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条例第9条 明确规定保护革命文物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同时鼓励单位和个人 以投资 捐助 捐赠 志愿服务 技术支持等方式 参与革命文物保护工作 以后现在配套的政策要跟进 一个是我们会对捐赠者给一些补偿 补助的形式 第二个我们也通过媒体 通过社会各界 鼓励这种我们的企业 我们个人把自己的产品捐献出来 近年来 庐山西海不断丰富景区旅游业态 座优山水文章 擦亮5A品牌 为了让更多的游客驻足西海 庐山西海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 幸福西海产业园就是其中之一 幸福西海产业园 是庐山西海新开发建设的一个农旅项目 目前初步建成一座 即农庄民宿 农业景观 生活体验 农产品采摘 及展销于一体的 多功能大型农业产业化生态主题园区 园区新种下一大片果树 配合新建的十公里的游步道 共同构建成了一个大型的生态农业产业园 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 游客就可以乘坐着小火车 一边欣赏周围的美景 一边采摘新鲜的水果 就变化挺大的 还有小火车可以坐坐 有大片的果树果林 刚刚走了一圈 很期待带着亲朋好友 一起过来采摘 庐山西海还将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理念 植入到项目建设中 通过产业园带动周边百姓 务工就业 助力乡村振兴 在高标准建设项目的同时 庐山西海还注重景区周边的环境的提升 金口香老吉镇 离金口核心景区只有不到几百米的距离 以前环境脏乱差 与庐山西海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定位不相匹配 为此 庐山西海赤资两个亿 对金口香吉镇进行全方位改造 环境呢 所以啥事都变好了 那跟原来比呢 是一个天一个地的一个区别 现在游客呢 游客比原来多很多了 座美座量吉镇环境 完善吉镇的配套设施功能 提升我们吉镇的新品位 从而推动呢 庐山西海一个旅游的发展 庐山西海还依托现有资源 探索举办各类体育旅游赛事活动 不断叫详体育旅游赛事品牌 庐山西海国际体育训练基地 自市运营以来 已有U18北京全运会足球队 江西省U12男子足球队等球队在此训练 接待人数超过1万人次 有山有水 抚养离子也很丰富 非常有助于运动员的休息和训练 能接待30支球队同时参加比赛 未来这个球场呢 我们会建设一个专门的足球小镇 满足这个专业和业余的人员前来赛训 总共的接待体量呢 全年一级会在15万人次 庐山西海还结合自身水域资源特点 开辟了众多适合不同层次游客需求的 泛水旅游线路 逐步形成海天一色 水路空立体旅游新格局 2021年1到10月 共接待游客1058.11万人次 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7.02% 实现旅游总收入85.77亿 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8.25% 日前在鄱阳湖九江都昌县马颖湖区 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昌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发现 东方白贯集群数量有200余只 这是湿滴后鸟保护部门在当地监测到数量最多的一次 在马颖湖干涸的湖底 成群结队的东方白贯依然自得的觅食嬉戏 时而打闹时而飞翔 护鸟员徐晓华介绍说 这群东方白贯自2021年12月20号到来后 一直滞留在此 东方白贯属于大型社群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成儿粗壮的嘴十分坚硬 呈黑色 羽毛为黑白两色 主要以小鱼 蛙 昆虫等为食 十年鲸鱼后 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现如今 湖区可偶见百鱼汁的大型种群聚集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冰尾鸟类东方白贯的全球总数量 约1万只左右 在保护方面 我们是加大了 幸福的利路 我们不然就跟白天幸福 晚上还有派人在那个护鸟烧厅 在淋流吃饭 在那里过夜 确保他们的在我们马云湖区平安夜中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快报 为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 大力传承弘扬长江文化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通知 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据了解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范围综合考虑 长江干流区域和长江经济带区域 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青海13个省区市 日前 上饶鄱阳县饶州古镇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客 这个景色很好 旅游好是好玩 很开心 爸爸都很开心 据了解 鄱阳饶州古镇是由上海一天文旅集团匠心打造的 新一代鄱阳综合休闲文化旅游圣地 古镇占地面积245亩 设计总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 以干坡文化为精髓 复原历史时期饶州街坊风貌 饶州古镇内包含的景点有 淮王宫 泽园塔 靖安阁 雅关阁古戏台 大湖秀等 赏美食 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